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将壮旨交于明兰石一关 师爷将壮旨携了下去 没料到明兰石竟是不接 反是微笑行礼的 大人 我明家不是好送的恶人 所以不是很明白此中纠结 故请了为宋师相助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 往旁边看了一眼 所谓好送之恶人 自然是针对站在一边的夏七妃 夏七妃也没有什么反应 也没有去看自己的大侄子一眼 随着明兰石的话落地 打后方闪尽一人 双手接过师爷递过来的壮旨 好好一笑 苏州之州与师爷一看此人 本有些悬着的心 马上放了下去 这位宋师姓陈 名博长 乃是江南一带最出名的宋师 或者说是最臭名昭著的宋棍 与周府极为相得 此人打官司 向来可以将黑的说成白的 死的说成活的 男的说成女的 巧舌如簧 首年庆绿走天下 还从来没有输过 今日明家搬出了 这位陈伯长出马 又有庆绿 关于敌长相承的 死条文保驾护航 这家产官司 是断然不会输了 陈伯长捧着 夏七妃的壮指细细看着 嘴角不由露出一丝 鄙夷轻蔑的冷笑 将对方 甚至对方身后的钦差大人 都看清了几丝 他清了清嗓子 好一个赶天动地的故事 只是不知道 夏头目这故事 与明家又有何关系 这位宋师称夏七妃为夏头目 自然是要影响舆论 让旁听的市民们记起 这位夏七妃乃是和尚胡尚 杀人如麻的黑道首领 讲的都是明家这二十年的故事 你说与明家有什么关系 夏先生真是可笑 你说是明家的故事便是明家的故事 你说自己是明家七爷便是明家七爷 他对着堂上的苏州之州一拱手笑道 大人 这案子太过荒唐 实在是没有继续的必要 苏州之州假意皱眉道 何处如此梦浪言语 既点十句也无 便自称明家七子 大人 若此时再有一人自称明家七子 那又如何 江南世人皆知 明家老太爷当年一共育有妻子四女 第七子乃小妾所生 自幼患病疲弱 早于十数年前便已不幸染科辞世 这如今怎么又多出了一个明家七子 如果任由一人自称明家后代 便可以膳上公堂 诋毁明家声誉 重伤明老太君及明老爷之清明 这哪里还有天理 他望着夏七妃微笑说道 当然 如今大家都知道 夏头目也不是寻常人 只是 蔡下十分好奇 在内裤开标之后 夏头目便弄出如此荒唐的一个举动 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背后 是不是藏着什么不能告人的险恶用心 这位江南最出名的宋棍 浑然觉得今天这官司打得太无挑战性 所以一上来就猛攻 大发诛心之论 望着夏七妃摇头道 没证据就不要乱打官司 没证人就不要胡乱攀咬 夏头目 你今日辱吉明家明省 稍后定要告你一个诬告之罪 当年亲历明老太君 杖杀夏七妃亲生母亲 将夏七妃赶走之势的人 在这十几年里早就被灭了口 夏七妃手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证据 以及证人 所以明家十分自信 而就在这个时候 苏州府衙的外面 传来了一道滑腻腻 懒洋洋 让人听着直起鸡皮疙瘩的声音 谁说没证据就不能打官司 谁说没证人就不能到谋杀 姓丽远年定州小妾杀夫案 正妻无拒而告 事后与马舅中密得马刀案破 刑部存档春卷第137档 以南岳宋代王之力 再明民事之案为三等 事嫌万贯以上争执 可不受刑书死规 不受反作 无需完全举证 明家家产 何止万贯 有两例在前 这官司为何打不得 证据这等事情上告之后 自有官府勘察现场搜索罪证 你这宋棍朝什么急啊 更何况 谁说夏先生 就没有证据 这位自崖外行来之人 一身如山 手执金扇 招摇无比 嚣张无比 一连串的话语 引案例 用刑部存档所书 虽然略显强词夺理 却也是成功无比的将明家 咄咄逼人的气势打压了下去 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了他的身上 苏州之州 微怒吕虚道 来者何人 不经通传 便望上公堂 来人呢 给我打 穿着如山的那人 一盒金扇 插入身后 对着堂上拱手 恭敬一礼 他人 打不得 说完这话 他从袖子里面取出一张纸 在空中摇了摇 嬉皮笑脸说道 晚辈与这位陈伯昌先生一般 也是宋师 只不过乃是夏七妃先生所请的宋师 先前来的晚了 还请大人 告扰此罪 容我以完好之身 站于堂上 与明家说道说道 这案子还没有审 大人就将一方的宋师给打昏过去 这事传出去 只怕 有爱大人亲密 众人一愣 这才知道原来来者竟然是夏七妃的宋师 夏七妃苦笑着心想 秦差大人怎么给我派来这么一位胡闹的宋师 苏州之州被这宋师的话憋住了 气得不行 却又不敢真的去打 不然在秦差大人那边不好交代 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他说不出话 那位陈伯昌却是双眼一亮 盯着被插金扇的宋师 魂觉得终于碰见了一个牙尖嘴利的对手 略感兴奋 也是将扇子往身后一插 开口说道 阁下先前所举两立 乃是特立 尤其是刑部春挡住 只为京中大理寺刑部参考 却向来不设地方审案之判 不然 大兴四年 时任苏州平市的前老相爷林若福 便曾依此 春挡住判一家产 何来不设之说 陈伯昌心头一紧 对方所说的这个案例 自己确实没有任何印象 要不然就是对方胡说 要不然就是对方对于庆率 以及判例的熟悉程度 还远在自己之上 只听那个人继续微笑说道 博昌兄也不要说什么庆率不依判例的话 判例用事不用不在庆率明文所限 全在主观一念之间 他举手向苏州之州大人讨好一礼 苏州之州确实在心里骂娘 知道一念之间四个字 就把自己逼上了东山 这家产案子不利也是不成了 这个宋师究竟是谁呢 陈伯昌与明兰时对视一眼 都感到有些奇怪 江南哪里来了这么一位无耻的宋棍呢 苏州之州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敢请教这位先生究竟姓甚名谁 夏七妃也看着自己的宋师 只见这位宋师一拱双手 学生宋世人 铁为京都宋师行会礼事 刑部特许吊档 今日特意前来江南 为的便是有着荣幸 参与史上最大的家产之案 是苏世人 苏州之州马上有想逃跑的念头 明兰时也感觉到嘴巴发干 而那位陈伯昌更是眼睛都直了 宋师人是何许人啊 京都最出名的大壮 或者说是整个庆国最出名的大壮 陈伯昌的名声只是行于江南 这位宋师人却是全天下出了名的聪明 刁钻难惹 自出道开始 仗着自幼严习庆律 不知道让多少官员颜面无存 让多少苦主凄苦流泪 宋师人的大名恶名 就连苏州城的百姓都听说过 此时见他自爆名号 府衙外面就像开锅一般闹腾了起来 都知道今天这戏更好看了 明兰时担忧的望了陈伯昌一眼 陈伯昌在稍许慌乱之后就恢复了平静 双眼微眯 体内骤然爆发了强大的战役 冷笑说道 少爷放心 本人打官司还从来没有输过 但他宋师人却是输过的 只是这位陈伯昌似乎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 宋师人这一辈子唯一输过的官司 就是上次京都府沈斯南伯斯生子黑拳打郭宝昆一案 宋师人只输给过范贤一次 既然是要打家产官司 当然首先要确认的就是夏其妃的真实绅士 他究竟是不是明老太爷生的第七个儿子 对于这一点 陈伯昌的立场站得极稳 对方如果不能证明此事 其余的事情根本不屑去变 如此才能不给恶名在外的宋师人 抓住几方漏洞的机会 苏州之州也皱眉 要求夏其妃一方提供切实的证据 以证明他的身份 宋师人此时已不如先前那般轻松了 对着夏其妃摇了摇头 便请出了几方的第一个证人 这个证人是一个稳婆 年纪已经很老了 走路都有些颤颤巍巍 走到堂上气喘吁吁的证实 当年就是自己替明老太爷那房小妾接的声 而那名新生的婴儿的后腰处 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夏其妃当场解忆 腰后果然有一块青记 陈伯长皱着眉头咬牙低声对明兰石说道 为什么昨天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明兰石的牙咬得脆脆的响 这个稳婆是假的 当年那个两年前就病死了 陈伯长哀叹一声 就算知道稳婆是假的 几方怎么证明呢 那个稳婆看着糊涂 却在先前的问答之中 将当年明媛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 明老太爷的容貌 小妾的穿着房屋都没有记错 在旁观者看来 这个稳婆真是真的不能再真了 他妈的 监察院造假果然厉害 明家自然不会因为一个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稳婆 就乱了阵脚 陈伯长也是一位善辩之人 就这胎记年日已久 稳婆年迈 所证不可尽信这几条猛烈的攻击 反正不可能就这么认了账 夏其妃的身世 只有这些虚证总是不成 更何况苏州府的支州大人 以及江南路的官员们 本身就是朝向明家一方 宋世人勃然大怒 心想 这江南的人果然都是些刁面 我辛苦万分才设计了这么个稳婆 对方居然使赖不认账 只是看堂上那位苏州支州的神情与说话 宋世人也清楚 斥涉明家家产一事 几方的证据确实偏弱了一些 说服力大为不足 不过宋世人的底气失足 发现苏州府暗中的偏向 而且不怎么肯采信自己的辩词 不免用起了自家那张令人生艳的利嘴 对着明家大肆贬低 暗中也刺了苏州府两句 话中不尽耶语讽刺之词 反正他是京都名人 也不在乎江南望族的手段 仗着有小贩大人撑腰 自然胆子大得很 明南时陈伯长 并堂上的苏州支州也并不着急 笑眯眯的看着这位 天下出名的宋棍表演 听着那些口水在堂上飞着 虽然心里恨死了这丝 却硬生生的憋着 苏州支州在袖中握了握拳头 皱着眉头 这位宋先生 要证明下妻妃乃是明老太爷当年妻子 你可还有其他证据 大人 先前的稳婆明明记得清楚 为何不能当证据 宋世人双脚不钉不扒 高手一般站在堂上 诶 宋兄这话就说得不妥了 陈伯长在旁边一衣里说道 那老玉行动都已不变 双甲无力 一是将死之人 这老都老糊涂了的人 说的话如何做得准 更何况当年明家摆设他确实记得清楚 可是谁知道 是不是有心人将当年的事情说与他听 再让他记住前来构陷 好一个无耻的构陷 陈伯长微怒心道 你们连这般无耻的事都能做 难道我连说都不能说 宋世人也懒得在理他 直接对堂上问道 大人 难道您也是这般说法 行外的百姓们 已经大约信了夏七飞的身世 毕竟那位稳仆的表演功力实在精湛 此时围观群众们 瞧出苏州之州老爷和明家 大约是要敌死不认 有些号热闹的便起着哄 但大多数人还是沉默着 毕竟他们在心里还是偏向着明家 尤其夏七飞的身后 似乎是来自京都的势力 江南百姓们很忌讳反感这种情况 苏州之州老脸微红 知道这敌死不承认吻婆供词 确实不妥 但看着明蓝石的眼神 知道也只有这样硬撑下去 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那名文婆的确黏老糊涂 这蔡信之权总在本官手中 若是一般民案便如宋先生所论也无不当 只是先生先前也提到 刑不归三等 这明家家产之事毫无疑问乃一等之力 若无更详实可靠的证据 门官为师不能断案 宋世人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他眉头微皱 装成失望模样 尖声说道 大人 这可不可呀 事已久远 又到哪里去找旁的证据 我一找来人证 大人说不行 那要何等样的证据呀 你这宋世人再如何嚣张出名 难在公堂之上 还不是被我们这些官老爷揉捏的面团 不管你再提出何等人证 我总能找到法子不加彩信 此时听着宋世人恍然问话 下意识说道 人证物证俱在 方可判案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